現在看到豬皮已經很想吃,有香味色出,所以更加渴 我們也是一樣的做法,豬皮買較大塊 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都看到,好像放了一陣子 這麼多醬料,我們先不要吹它,先吹它 大家看到,放了這麼多醬料,先不要理會 大家有沒有快餐吃的下午茶,一個叫咖喱三寶 這些全部都放開,檢查一下這碟 有什麼東西,為什麼要找它摺著呢? 好,開了,這是豬皮來的 我這裡大約浸了一個小時多一點 這些豬皮未浸之前的處理功夫又是怎樣 需要回帶呢?不用回帶 拿一包出來就可以了 現在這些全部都叫做沙爆豬皮 我們買豬皮,盡量買一些比較大塊的,質量比較好 買不到大塊的就買到這些,這些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沙爆豬皮,我們先來浸水,浸它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要看一下,它有沒有沙殘留的地方 有的就把它撕掉,全部檢查一下 我們就洗兩、三次 洗的過程當中,都是用一個拿的方式 我們不要倒,為什麼? 大家看到水就知道,又肥又多沙 我們倒了水,洗兩、三次 我們用手拆一拆,輕輕拆一拆 讓它裡面緊藏了沙,盡量拆出來 豬皮洗乾淨之後,我們要改適合大小 因為我們做咖喱三寶 以前我們做車仔麵,豬皮不改,我們乘快去炆 炆的,炆完後,豬皮來一份,拿上來就要剪 以前的車仔麵很好吃,為什麼? 全部都要剪,我們就改適合大小 不用太細塊 這些豬皮這麼薄身,就不用炆太久 外面還有很多發好豬皮賣的,那些會發得比較白身些,會厚身些些 類似這塊,白身些,厚身些些 我們都是一樣的做法 豬皮買較大塊會比較好 大家有個對比,這塊厚些,這塊會薄些些 改好之後,我們用水浸回去 接著,我們開火 放些豬皮下去,我們拖一拖水 拖水有兩個目的 第一,將豬皮裡面的不好的味道拖一拖出來 第二,將豬皮多餘的油份,我們都要拖一拖出來 期間加些什麼來的?白醋 我們放一個湯匙的白醋下去 豬皮在沸騰過程當中,我們用些器皿壓一下豬皮 盡量讓裡面有些不好的味道,盡量釋出 滾了,接著關火 接著我們就拖起它 知不知為何關火才拖? 因為慎防它煮起沙子 煮起沙子,沸騰到豬皮那邊 我們就片面了 有時候在外面煮菜都是這樣的 煮完菜,關火才拖 接著我們將豬皮立即沖回凍水洗乾淨 我們用凍水洗兩三次之後,我們就瀝水 瀝水都不止,我們還要用手拿一拿 將豬皮裏面的多餘水份拿出來 待會煮的時候才會吸收到其他味道 這個整個浸發豬皮的過程就完成了 豬皮攪定了,我們就炊一下蘿蔔吧 蘿蔔,我們都要選擇一些比較飽滿,光滑 還有要醉手,醉手才代表蘿蔔不會花心 現在我們就把它刨掉 做蘿蔔,我們不要節省,我們再刨多一層 因為黏著一塊皮這層是有點韌的 還有有點苦苦的味道 現在我們就把它刨掉 刨完皮,我們稍微沖洗一下 這個蘿蔔皮,大家不要放進去 有什麼用呢,用來清潔 湯完魚,洗完魚,用來清潔針板 這蘿蔔皮相當之好 這次我們怎樣改呢 我們就回魚蛋的大小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蘿蔔改好之後,我去年做蘿蔔糕 都會有很多網友問 師兄,為什麼我做蘿蔔糕呢 為什麼會有少許粒味,有少許苦味 教大家一個方法,我們燒煲水 把蘿蔔倒進去,我們把它拖一拖水 拖水的目的是,把蘿蔔的粒味拖一拖出來 蘿蔔滾了,要約兩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就拖起來了 蘿蔔拖完水之後 把蘿蔔倒進去,放過清水 有什麼作用? 我們現在先煮蘿蔔 放五份一塊的片糖 這裏是約兩個飯碗的水 把蘿蔔放進去 慢火,煮煮了十分鐘 說不明咖喱三本,還有一半嗎? 魚蛋 這些超市買的即食魚蛋就不用怎樣處理 咖喱醬就要處理 咖喱醬如何調配呢? 我們有用三隻 之前我用這隻沙茶醬 今次用這隻,我用了一點 咖喱膽 先用咖喱膽,大約兩個湯匙 大約兩個湯匙 然後沙茶醬 沙茶醬加多少? 一個湯匙 然後柱喉醬 加一個茶匙 至於咖喱的色調和香味 嘗試乎大家吃得多辣 我放一茶匙黃薑粉 或是加咖喱粉 或是加辣椒粉 試乎大家吃的辣度而定 我們準備兩粒蒜蓉和乾蔥蓉 所有材料都準備好後 魚蛋不用處理 蘿蔔約煮十分鐘 第一步 我們預先用小火 將鍋慢慢燒熱 然後爆一爆乾蔥和鮮蓉 慢慢炒香 把咖喱膽放進去 如果自己做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濕的香料 我們以前入行自己產的咖喱蛋 自己產的咖喱蛋 最主要是香味來源 有濕和乾的 我們先加大量的酸肉 乾蔥去炒香油 現在這些咖喱蛋 自己做回這個步驟 好,當有香味釋出 然後我們把剛才所有混和的咖喱醬 全部加進去 我們用小火 慢慢把醬底炒香 不要急 一炒焦了 整鍋的咖喱就炒光了 再炒光了 當炒至醬底有香味釋出 所以更加香 在鍋邊炒少許酒 將醬底進一步炒開 然後我們把剛才煮蘿蔔 蘿蔔和水一起倒進去 我們用咖喱炒一炒一炒 炒一炒一些蘿蔔 約炒5分鐘左右 現在我們就可以 把豬皮和魚蛋倒進去 如果大家用大塊的豬皮 就可以和蘿蔔一起炒一炒 因為大塊的豬皮 要炒一炒才能入味 有一點軟 這些薄、厚的豬皮 炒幾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等它再煮 這段時間我們就可以下味了 我們下三分之一的茶匙鹽 下一個湯匙蠔油 就夠了 煮了五分鐘後 所有咖喱味都入了所有材料 這段時間我們就試一下味道 這次的辣味比上次的咖喱油腩 濃烈很多 因為咖喱蛋不同了 如果有小朋友吃 如果用這隻咖喱蛋 我建議下一個湯匙就夠了 可以加多一點黃薑粉 現在這段時間我們開大火 下兩個茶匙的生粉加水 我們就輕輕埋著芡 讓它稍微收一收 不用收到很緊 有一點掛就可以了 現在就滾起來就可以了 當它滾起來之後 關火 讓大家看看 現在看到豬皮已經很想吃了 不得兩格 這個香味十足的咖喱三寶就完成了 這次主要是講解如何浸發豬皮的竅門 至於咖喱蛋的調配 我喜歡吃多辣的 如果吃到辣的就用我這個份量 有小朋友的就減輕一個湯匙的咖喱醬 喜歡吃咖喱三寶的網友就給我一個讚 喜歡吃魚蛋的網友就怎樣 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咖喱三寶 那我就先吃東西了 多謝收看,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再跟著這個故事 我們都在一起吃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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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